在上一周播出的跟着贝尔去冒险当中 我们看到八位明星学员是被这个被炎虐的不惨 爬瀑布吃竹鼠 而在节目中呢 几位明星也是完全卸下自己的明星包袱 完成了这些挑战 不得不为他们的这份冒险精神点个赞 鼓个掌 而本周呢 据说他们又将迎来更加严酷的挑战了 上一集中 八位明星队员凭借各自坚强的毅力和团队协作 攀爬上了八十米的脆骨大瀑布 看似顺利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一集挑战还在继续 他们将尝试征服更加陡峭的拉罐瀑布 整个挑战过程也绝对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突发状况不断 让一向沉稳的张丹峰 也一度情绪失控 而被称为节目草点的大张伟 更是再度打起了退堂鼓 但最终仍在队友的鼓励下完成了挑战 好不容易过了体能这一关 队员们又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在前两集中 因为频频退缩 不敢吃蚯蚓的表现 韩雪被网友们大肆吐槽 说她是娇气的小公主 然而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咱们的小公主韩雪又遇到了麻烦 究竟韩雪能否勇敢突破自我 而贝爷是否会对他手下留情呢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10月30日本周五晚21点20分 东方卫视播出的跟着贝尔去冒险 新闻再见 电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